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我姐逃婚了,就在她和殷四要举行婚礼的前一晚。 言家和殷家都不是寻常人,万万丢不起新娘逃婚这个脸。 于是我爸找到我,和言悦色地跟我说让我嫁。 我不理解,并大为震惊。 爸,你就不怕被殷四发现。 我爸一脸小得意,你跟你姐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连我都很难分辨你们,别说殷四了。 你姐跑了,我把你赔给她,殷四也不亏是吧? 我要是一拖鞋拍我爸脸上,我也依旧是个孝顺的闺女,是吧? 但我爸好话说尽,又重金利诱,许诺无数好处。 最后,我还是嫁了,以我姐的名义,嫁给了殷四。 我和殷四不熟,据说我姐和她也不熟。 婚礼现场,殷四穿着一身西装,绷着个冰块脸,全程无效。 看样子,她也很不满意这门婚事。 等敬酒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被殷四的冰块脸震慑。 那些人竟然不敢轻易敬她,我跟她相反,干脆是来者不惧。 只不过,全都递给了殷四。 理由也是现成的,老公,我不会喝酒。 殷四那双平静无波的眸子听到老公二字后,看了我一眼。 结果那杯酒,在喝掉之前来了一句,不会喝就别接。 我满脸娇羞,总不好落亲戚的面子。 又拿了另一杯酒,一脸诚恳地看着她, 老公,其实我是酒精过敏,你帮我喝吧。 殷四没说什么。 我看她不难说话,就更放得开了, 围着殷四叫了一晚上老公老公。 最后宾客都夸我们感情好, 以及殷四被我灌醉了。 婚后三天,我和殷四回我爸家。 我爸很热情地接待了她。 私底下,跟我旁推侧机, 打听殷四对我怎么样? 不好不坏吧? 这话怎么说? 意思就是,她耳根清静,无欲无求, 面对我这个国色天香的大美女, 也无动于衷。 没错,新婚夜殷四被我灌醉了。 她睡她的。 我则是抱着一堆红包数了一晚上。 我爸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 是不是结婚那天被你灌酒灌多了? 你说,你是不是缺根筋? 别人不敢灌她,你倒好死命灌。 我表示自己很无辜, 这不是怕被她发现,或不对板吗? 发现个屁,她跟你姐也就见过一次面。 我爸发完火,又让厨房阿姨鼓刀了半天。 最后命令,我端了一碗汤出去。 老公,这是我爸让阿姨给你熬的汤, 闻着很香,你尝尝吧。 殷四往碗里瞥了一眼, 什么汤? 说是什么莲子汤,还没说完, 殷四打断我,你喝。 啊? 我一脸震惊。 更叫人惊悚的是, 殷四还把勺子递到我嘴边,张嘴。 我老脸发红,这不好吧? 被人看到,多不好意思啊。 殷四不由分说, 直接把汤味到了我嘴里。 等我咽下,他才不紧不慢来回答, 夫妻之间,礼尚往来, 有什么不好意思? 礼尚往来, 殷四是在暗示结婚那天被我灌酒的是吗? 我有些心虚,干脆不说话了。 不知不觉之间, 一碗汤都被我喝完了。 我拿着碗回到厨房, 随口问阿姨那是什么汤? 莲子猪腰汤啊, 姑爷喜欢喝吗? 要不要再来一碗? 锅里还有? 我黑着脸回到客厅, 问殷四, 老公,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那是猪腰汤? 猪腰汤? 现在知道了, 还有我腰很好, 不需要补。 我爸让我努努力, 早日把殷四拿下, 否则他老人家不放心。 可惜殷四不给力, 整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还不时飞, 外地飞国外。 家里难得见到他的踪影。 明明是已婚少妇的我, 硬生生过成了单身少女。 所以, 闺蜜打电话让我出去嗨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答应了。 酒吧光线暧昧, 人影迷离。 闺蜜, 闺蜜指着一个小帅哥两眼放光, 好帅好帅, 这简直就是我的菜啊, 可惜我有男朋友了。 这话叫我直觉不好。 果不其然, 闺蜜戳我, 肥水不流外人田, 姐妹你上, 今晚务必要把这小奶狗拿下。 我心里有些虚, 不要了吧。 看着年纪太小, 我啃不动。 我和闺蜜感情虽好, 但是替我姐嫁给阴四的事, 我也没敢跟她说。 所以, 我闺蜜眼里的我, 现在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单身少女。 笨蛋, 小奶狗才有意思啊, 嘴甜水嫩, 一口一个姐姐长姐姐短的, 心都要化了, 闺蜜憧憬惊的同时, 推了我一把。 我一个猎切, 直接摔了过去。 和小奶狗四目相对, 果然如闺蜜所说, 高鼻梁大眼睛, 娃娃脸果然很水嫩。 嗨, 我尴尬地打了个招呼, 娃娃脸拿出手机, 亮了个二维码。 是要加微信吗姐姐? 这是加过多少人练出来的娴熟姿态啊? 我突然不想加了, 可闺蜜那憨货, 看我没动作, 干脆从我手里抢手机, 嘴巴嚷嚷着, 家家家, 弟弟等他两秒钟。 他们当我是空气似的, 把好友夹上了。 小奶狗还说了一句, 哥, 据说今天狮子座桃花运势网, 果然应验了。 哥, 这里还有人, 我左顾右盼, 最后才在角落里贴到一个浅淡的人影。 看不清正脸, 但看那西裤撑起来的大长腿, 我心里就暗暗给小奶狗他哥加分了。 我寻思着要不要放弃小奶狗改投他哥, 结果黑暗中的男人起身, 踩着光线走过来。 我不在家, 你这小日子过得还挺潇洒。 卧草, 是阴四。 小半月不见, 阴四那张多看一眼就犯罪的脸, 冷峻如初。 连浓密的睫毛, 都透着一股劳资不爽的气息。 言许, 你在看哪里? 阴四语气危险, 黑眸泛着寒光。 我把看小奶狗的目光收回来, 心里暗骂了好几声。 感情这小帅哥, 就是阴四那在国外没赶回来参加婚礼的表弟啊。 表哥表弟来喝酒, 结果表嫂爬墙去撩表弟, 只这么想, 我都觉得自己很危险。 我脑子抽了, 脱口而出道, 姐夫你认错人了, 我是你老婆的双胞胎妹妹言居。 这话一出, 阴四那笑得屁颠颠的表弟手一抖, 最新款苹果直接摔了个稀巴烂。 卧草, 哥, 这是表嫂的亲妹妹。 阴四没有理会, 结满冰霜的目光自上而下打量我, 那眼神看得我头皮发麻。 但幸好, 我今天穿的都是自己以前穿的长服, 跟我姐穿的衣服完全不一样。 我挺了挺胸, 一副疏人不疏阵的表情。 阴四脸色一沉, 西装外套直接对到我脸上, 有时间旅游蹦迪, 没时间参加亲姐姐的婚礼。 小姨子, 你可真是好样的。 旅游是我爸给阴四的说辞, 没想到成了阴四攻击我的理由。 我灰头土脸地把她的西装拿下来, 上面还有阴四的味道。 我和我姐感情不好, 姐夫你总不会不知道吧? 万一在你们婚礼上打起来, 我岂不是成了罪人? 我继续鬼扯, 把我姐和我的关系贴得远远的。 我的目的达到了, 阴四直接被我气走了。 姐夫, 你的外套不要了。 万一被姐姐知道 你把衣服给我, 她指不定会多想。 还没说完, 阴四的大长腿一顿, 转身走了回来。 结果她的外套, 我正要松一口气。 下一秒, 阴四当着我的面, 直接把西装扔进了垃圾桶。 狗男人, 这是什么意思? 阴四走后, 闺蜜拽着我八卦, 原来这就是你姐夫啊。 真冷, 但也真的帅。 我爸发信息, 让我过去一趟, 小夕我们下次再聚啊。 我拍了拍闺蜜的手, 不等她答应, 拔腿就跑。 一路飙车, 赶在阴四回来之前先到家。 刚换好衣服弄了个头发, 阴四和她那小表弟紧随其后到了。 老公, 你回来了。 我跟花蝴蝶似的飞过去, 眼看着要扑到阴四怀里。 这个不解风情的男人伸手把我拦下, 指了指旁边的电灯泡, 有客人。 我呵呵, 说得没他表弟, 他就会欣然接受我的头怀送报一样。 这位是。 我假装惊异地看了他表弟一眼。 我表弟, 刚回国, 在我们家住几天。 这语气半点都没跟我商量的意思。 我有点不爽。 表弟看了我好几眼, 表嫂你好啊, 我是徐子昂, 要打扰你几天了。 跟刚刚酒吧那海王姿态相比, 这会儿倒是正儿八经了不少。 我敷衍弟点了点头, 没事, 只管当自己家。 说完就开始围着阴四传, 把贤良淑德进行到底。 老公, 出差这么久累坏了吧? 我去给你放洗澡水, 加点精油, 你好好放松一下。 徐子昂这电灯泡很拾去, 时间不早了, 表哥表嫂早点休息, 我也睡觉去了。 可惜阴四不拾去, 不领我的情。 我提出要帮他搓背, 阴四毫不客气地把我拒绝了, 不用, 你若是困了, 先睡觉。 我连忙摇头, 不, 我还不困, 老公我等你。 阴四没理我, 自顾自洗澡去了。 他越是不搭理我, 我越上头。 等他洗完澡, 我已经泡好了热牛奶, 老公, 温度正好, 你赶紧喝了。 我不喝牛奶, 老公你累不累, 要不要我给你按摩? 我跃跃欲试, 盯着阴四被睡袍盖住的肩膀。 不累, 我气得想垂床, 但被我忍住了, 反而主动地靠过去, 缓住阴四的脖子, 不累正好, 把我们的洞房补上, 阴四这个木头, 我主动投怀送抱, 他竟然拨开我的手, 说什么, 不许动手动脚。 我心里那个叫气, 要不是他长得帅了点, 我稀罕跟他动手动脚吗? 可我言居能屈能伸, 即便因此拒绝, 也没把我吓退。 不动手动脚, 我们怎么生宝宝? 说到这里, 我满脸娇羞。 生宝宝? 是啊, 你年纪不小了, 我爸也想早点抱孙子。 说到这个我就暗爽, 因此比我大五岁, 名副其实的老男人一个。 因此眼神一沉, 压住我有些蠢蠢欲动的小手。 你年纪还小, 况且我们对彼此的了解还不够, 我把睡群网上扯了一截, 露出白皙无暇的长腿, 所以才需要深入交流, 互相了解啊。 有道理, 不过今天困了, 下次吧。 不是, 面对我这样国色天香的大美人, 因此你睡得着吗? 第二天一大早, 我杀到商场, 把那衣店最性感的睡衣买回家, 是要阴似看一眼就流鼻血。 晚上, 我穿着白天的战利品出现在阴似面前, 结果她视若无睹, 反而问起我的双胞胎妹妹严居来。 你妹妹回来了, 你知道吗? 事情都过去一天了, 怎么突然翻起旧账? 严居回来了, 我没听说呀, 我假装茫然, 又突然沉下脸, 一脸生气地问, 老公, 为什么你会知道我妹妹回来了? 你该不会喜欢她吧? 我看你太闲了, 找个班上吧。 什么意思? 免得一天到晚胡思乱想, 连我喜欢你妹妹这么荒谬的话都说得出来。 然后, 阴似扔下, 我去了书房, 在里面加了一夜班。 我穿得这么漂亮, 这么性感, 她却宁愿加班。 我给我爸打电话, 一脸严肃地问她, 爸, 你实话告诉我, 阴似喜欢的是男人吧? 啥? 你还没把她拿下? 这不是我的问题, 肯定是阴似有问题。 不是喜欢男人, 就是那方面有问题。 我不管, 再这么下去, 要么我跟她离婚, 要么就把我姐找回来, 物归原主。 我爸突然在电话那边发起了火, 别提你姐了, 这个蠢蛋。 怎么了? 我姐惹你生气了? 我好奇地问。 说起来, 我跟我姐虽然是双胞胎, 但我们性格南辕北辙。 我姐乖巧懂事, 从小到大, 就是别人家孩子的典型。 我正好相反, 爱玩爱闹。 但我们谁都没想到的是, 乖乖女姐姐, 竟然会在婚礼前一天逃婚? 何止是惹我生气? 她竟然一声不吭, 怀孕了。 我爸在电话里咆哮, 我傻眼了。 你和殷四是商业联姻, 要离婚哪有这么容易? 至于你姐, 你敢让她回来换你, 让殷四喜当爹吗? 我不敢, 怕被殷四灭口。 我太郁闷了。 殷四再帅气再多金, 有什么用? 能看不能吃? 想我严居年纪轻轻, 就过上了一眼望到头的守活寡日子。 我不服, 于是又叫上闺蜜去酒吧嗨了。 这是怎么了? 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闺蜜齐夕疑惑地问, 心情不好, 谁惹你心情不好了? 是不是活腻了? 我不说话, 总不能告诉她是阴四吧。 齐夕健壮, 拉着我兴致勃勃地问, 对了, 上次夹你的那个小奶狗怎么样了? 你们现在进展如何? 我茫然地眨了下眼睛, 好一会儿, 才想起她说的是徐子昂。 且, 那是我姐老公的表弟, 能有什么进展?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 徐子昂倒还在一个屋檐下, 只不过不怎么打照面。 况且, 我这几天都围着阴四转, 哪有空搭理她? 这话就不对了, 进水楼台先得月吗? 你姐嫁了阴四, 可以叫她在中间牵线吗? 我被这话给噎得, 美好气瞪了她一眼。 你少出搜主意。 齐夕不高兴了, 这哪是搜主意, 这明明很有建设性, 随即长天大论地夸了一波徐子昂的美貌。 结果话没说完, 手机响了, 她的亲亲男朋友找她。 再然后, 齐夕满脸抱歉地看着我, 我男朋友生病了, 我得回去照顾她, 改天再跟你约哈。 我就这么被重色轻友的齐夕割了, 气得我又喝了几杯闷酒, 一边喝, 一边想音色, 喝多了, 拿出手机, 拨通音色的号码。 老公, 我喝了点酒不敢开车, 你来接我一下吧。 撒娇这事, 一回生二回熟, 想必殷四也习惯了, 在哪里, 发个地址给我。 殷四声音淡淡的, 难得殷四这么痛快答应我一件事, 我心底的不快顿时一扫而空。 十五分钟后, 殷四打电话过来。 我其实有一点清醒了, 按照我的人设, 不该打这通电话, 还跟提喝酒的。 但看到殷四的电话, 我又把这事给抛到了脑后, 迫不及待地接了, 我这就出去, 你在门口等我一分钟, 殷四却跟我说, 忽然有点是走不开。 我让司机过去接你。 什么? 大概十分钟左右能到。 这次我懂了, 他说的是司机十分钟后到。 被齐夕割的时候, 我很坦然接受。 但殷四割我, 我淡定不了。 不行, 我要你来接我, 难道我不比工作重要? 言许, 别闹。 我就要闹, 今天你必须来接我。 我和殷四拉锯了半天, 结果他派的司机到了。 殷四听到司机的声音, 扔下一句早点回家, 就把电话挂了。 我攥紧了手, 先前的雀跃仿佛被一盆冷水狠狠浇灭。 这一刻, 无比清晰地意识到, 殷四心里没有我。 我没有跟司机回去, 而是找了个酒店住下。 彻夜不归, 殷四估计也不会在意吧。 事实证明, 狗男人压根不在意。 一晚上时间, 我的手机硬是想都没想一下。 更狗血的是, 第二天起床, 我发现自己和殷四住在同一个酒店。 他的房间就在我的对门。 酒店客服送早餐来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女的从那个房间出来。 彼时我没当一回事。 但在我吃了早餐准备回家的时候, 和对面房间出来的殷四遇上了。 我脑袋轰隆一下, 把先前的女人和殷四串联到了一起。 忽然感觉有些喘不上起来。 血淋淋的真相被殷四狠狠拨开在我面前。 她喜欢女人, 但不是我。 她没有时间来接我, 却有时间跟别人开房。 而且还找了个我对面的房间。 严居? 大概是我盯着她看了太久, 殷四主动叫我的名字。 我冷冷一笑, 有时间在外面鬼混, 没时间陪老婆。 姐夫, 你可真是好样的。 当日殷四讽刺我的话, 我全还给她。 一大早发什么疯? 殷四脸色很冷。 这便是男人的套路, 被当场抓包, 还能冷静自持。 这一点, 我远不如她。 看到殷四和别的女人有一腿, 我气得要命。 我失态了。 一把将殷四推开, 恶声恶气扔下一句, 你想多了, 你又不是我老公, 该发疯的可不是我。 我逃命一样离开了酒店。 又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我和殷四的家。 脑海里一直浮现他们一男一女, 一前一后出门的画面。 这一刻, 什么理智, 豪门连殷都被我抛到了脑后。 我换了衣服, 拖着行李箱出门的时候, 殷四也赶了回来。 看到我的样子, 她的脸色微微一变。 言许, 你这是做什么? 我的眼睛很酸。 其实, 我跟她结婚没多久, 相处时间也不长。 但我就是不争气, 被殷四那张脸蛊惑了。 我抓行李箱的手很用力, 语气却出乎意料的平静。 离婚吧, 殷四, 我们好聚好散。 殷四脸色很沉, 就因为我昨晚没去接你。 我果然不重要, 一个就自道得明明白白。 你这样认为也可以。 殷四又皱起眉头, 不是, 给我一个理由。 你又不在乎, 还有必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吗? 我怒目相识。 理由? 不守活寡, 不当丁客, 这个理由够直白了吗? 殷四的嘴唇动了下, 似乎想说话。 我敢在他开口之前打断他, 别跟我说你改变主意了, 迟来的改变比草剑。 离婚协议已经签好了, 财产没什么纠纷的, 我们好聚好散就行。 什么时候你这边有空了, 给我电话, 把离婚证领了。 说完我就离开了殷四家。 我当然相信殷四会改变。 他既然能跟别的女人睡, 自然也能睡我, 再让我怀个孩子。 但我严居才没这么大方, 让他家里红旗不倒, 外面还采旗飘飘。 我把延许穿过的所有衣服都处理了, 就当是跟这段短暂的婚姻彻底告别。 从今以后, 殷四这两个字, 彻底从我的生活中抹去。 其兮似乎知道我心情不好, 借着我生日的由头, 特地叫了一堆朋友, 在会所开派对。 人很多, 也很热闹。 生日蛋糕很大, 礼物也五花八门。 但我竟然提不起兴趣。 齐兮看我还是兴趣缺缺, 竟然提议, 要不要叫几个小帅哥来陪。 我摸了摸脸, 难道我脸上把失恋两个字写得这么明白吗? 算了, 不用。 小帅哥有什么用? 虽然不想承认, 但看了殷四那张脸, 其他帅哥的脸都是雍之俗粉。 你们继续玩, 我出去透透气。 齐兮不放心我, 要跟出来, 被我拒绝了。 外面果然清静多了, 跟包厢里, 简直是两个天下。 我没有在外面待太久, 也没有直接回去。 毕竟齐兮和一帮好友都是好意, 总不能割了他们。 没想到, 会所也有熟人。 当然不是殷四, 而是殷四那打过几次照面的表弟徐子昂。 言居, 好久不见, 徐子昂看到我, 眼神一亮, 屁颠屁颠地走到我旁边。 没想到你也在这里, 我给你发信息, 你怎么不回呀? 徐子昂在我姐面前挺安分的, 几次见面都毕恭毕敬叫表嫂, 在我面前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有事吗? 我态度很冷淡。 徐子昂黑黑笑, 没事, 既然遇上了, 就一起玩呗。 我跟你很熟吗? 你姐是我表嫂, 那咱们不也就是亲戚了吗? 我姐跟你表哥不是离婚了吗? 谁跟你是亲戚了? 我反问他, 徐子昂瞅目结舌地看着我, 不是吧, 离婚? 我怎么没听说? 看样子, 因此没跟人透露 我们在准备离婚的事, 不过也无所谓了。 现在知道了, 以后你别再发信息给我, 遇到我也当不认识就行了。 回去我喝了很多酒, 红的白的几乎是来者不惧。 其兮不愧是我好闺蜜, 竟然也陪我一块喝, 最后我俩都喝多了。 也不知道最后是谁送我回的家。 一觉醒来, 已经是中午了, 宿醉之后伴随得头痛欲裂, 让我苦不堪言。 我错了, 早知道喝醉酒是这种感觉, 我一定滴酒不沾。 太太, 你醒了? 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得我直接从床上摔了下去。 哎呀太太, 你没事吧? 有没有摔痛? 因此家的厨娘过来要扶我起来, 被我推开了。 我没事, 你怎么会在我家? 太太真爱开玩笑, 我不是一直在先生家做事吗? 话音刚落, 我抬头看四周, 墙壁上巨大的婚纱罩映入眼帘。 而上面的男主角, 阴四, 女主角则是我。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怎么会在这里? 再低头一看, 简直想吐血, 我身上穿的衣服什么鬼。 厨娘连忙开口解释, 太太别生气, 我实在是找不到你之前的睡衣了, 只好给你穿先生的衬衣将就一下。 之前的一切衣服都被我打包带走了, 她能找到才怪。 我把厨娘赶出去, 找到她已经帮我洗好的裙子。 下楼的时候, 发现阴四在家。 我气不打一处来, 对着阴四那张脸就开刷。 阴四,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谁让你把我弄到你家的? 你该不会是对我有什么不轨之心吧? 抛弃了我姐姐, 又打上我的主意。 你简直是狼子野心。 我向阴四激情开骂, 结果她目光悠悠地看着我, 一点反应也没有。 这时, 我身后响起一道小心翼翼的声音, 那个, 阎居, 不是表哥带你回来的, 是我。 我一转身, 徐子昂一脸尴尬地看着我。 你。 我看昨晚有人似乎对你不怀好意, 就准备送你去酒店。 徐子昂吞吞吐吐的, 到了酒店你死活不住, 说要回我表哥家。 我心底生起一种不良的预感。 到家后, 你又冲进主卧, 把表哥喊了出来。 我一脸惊恐。 再然后我霸占了阴四的主卧。 我脸上火辣辣的, 当着阴四的面, 还能勉强保持镇定。 我喝多了, 刚才的话, 你就当没听到吧。 这句话, 想必殷四也知道是跟他说。 还有我, 昨晚会闹着来你这里, 肯定是因为, 我想给我姐打抱不平。 对, 肯定是这样。 我绝对没跟殷四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殷四起身走过来, 居高临下看着我, 不是说了, 你跟你姐感情不好吗? 连婚礼都不参加的人, 还会给你姐打抱不平呢? 我瞪圆了眼睛。 我跟我姐的事, 你管得着吗? 再说了, 不提我姐, 就你这渣男做派, 就值得被唾沫淹死。 阴四脸色一黑, 冷意扑面而来。 我渣男。 言居, 你用词客气一点。 客气, 要不是我打不过她, 都恨不得赏她一个鞋印。 怎么, 敢做不敢当呢? 殷四你跟野女人开房, 也悠着点, 别跟我住一个酒店, 免得都被我当面抓包了, 你还死鸭子嘴硬, 让我客气点。 我冷笑着回怼, 以为殷四会很生气, 没想到, 她竟然笑了出来。 原来这就是你姐跟我提离婚的原因。 都要离婚了, 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 渣男。 说完, 我就逃离了殷四的别墅。 鉴于喝醉酒, 还跑到殷四家霸占别人的地盘, 这件事太严重。 我决定戒酒了, 以后就当个滴酒不沾的乖乖女。 不过在这之前, 我给徐子昂打了个电话, 把她骂了个狗血淋头。 你怎么可以听罪鬼的话, 我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害得我丢脸丢大了。 徐子昂竟然还在电话里跟我嬉皮笑脸, 不丢脸啊, 你可神气了, 我都不敢在我表哥面前这么撒野。 而且, 可爱极了。 我被徐子昂不以为然的语气气笑了。 徐子昂, 你这是在聊我呢? 没想到徐子昂承认了, 之前爱与表哥和你姐姐的关系, 我还有些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还一天发N条信息给我。 不过他们这都闹翻了, 就算是我跟你结婚, 也没啥影响。 我笑了出来, 弟弟, 你想替吃呢? 谁要跟你结婚啊? 刚从阴四这个坑逃出来, 又跳另一个火坑。 我脑子进水不成。 我把电话狠狠一挂, 直接将徐子昂拉黑了。 谁让他在我喝醉酒的时候听我的话, 把我带去了殷四家。 丢人这件事, 我是主犯不假。 但徐子昂是帮凶。 我又等了两天, 殷四还是没有联系我去办离婚手续的意思, 我有点坐不住了。 给他发几条信息, 殷四都没回。 不得已给他打电话。 没想到殷四连我电话都不接。 他什么意思? 出轨乱来的人还端着高高在上的姿态。 我杀到了殷四的公司, 准备跟他当面谈。 前台没有拦我。 甚至在听到我报名字的时候, 主动带我到电梯, 帮我按了最顶楼。 看样子, 殷四是在公司等我呢? 我面无表情地走出电梯间, 迎面就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 那天从殷四房间里出来的女人, 原来她就在殷四眼皮子底下干活。 这他妈才叫进水楼台先得月啊。 我黑着脸找到殷四的办公室, 气势汹汹, 直接硬闯进去。 殷四坐在电脑面前办公, 她的脸一直很好看, 穿上西装格外养眼。 我甚至记得, 婚礼那天, 我偷偷描过她很多次。 听到声音, 殷四从电脑面前抬起头, 来了。 殷总是大忙人, 我不主动登门, 怎么能请得动殷总办事? 我阴阳怪气讽刺她。 殷四走到我的面前, 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你现在说话的语气跟言居一样。 我回过神, 背上冒出冷汗。 我跟她是亲姐妹, 双胞胎, 语气像算什么? 我们还长得一模一样呢。 说完我立刻把重点扯回来, 别转移话题了音色。 我今天来, 就是要跟你谈离婚的事。 我看你也不像抽不出半个小时时间的样子。 那好, 现在去吧, 民政局不远, 立刻把离婚证领了, 以后我绝对不再打扰你。 我说得很爽快, 但心里还是有点落空空的。 我似乎从来没有说过, 我答应离婚。 我刷得一下抬起头, 目光死死盯着音似那张俊脸。 憋得脸色通红, 又气得浑身发抖。 你什么意思? 你耍我? 我没有答应, 又何来的耍你之说? 难得音色说话频率高了一些, 但说的都是我不爱听的话。 还不如不说。 我们之间没有感情, 你也不喜欢我, 何必再耽误彼此下去? 你每天叫我老公叫得这么甜, 会跟我没感情吗? 音色深邃的目光, 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黑钥匙般的眼眸, 仿佛暗含了无尽的情意。 我被他业余的老脸通红, 启齿大辱。 没想到当初叫几句老公, 竟然成了阴似反驳的证据。 我不甘落后, 仰着头和他对视。 叫句老公就有感情了。 换了别人, 我也一样会这么叫。 再说了, 我追过的男明星, 没有十个, 也有八个。 老公这个词, 我都叫腻了好吗? 没等我说完, 音色狠狠掐住我的腰, 目光渗着骇人的含义。 刚才的话, 你再说一遍。 我也是跟音色杠上了。 他敢跟野女人鬼混, 我就故意把自己 粉过男明星的事 说出来隔应他。 好呀, 我追过的男明星, 没有十个, 也有八个。 老公这个词, 我都, 话音未落, 音色狠狠堵住了我的唇。 用他的嘴, 我瞪大眼睛, 整个人呆入目击。 不知道过了多久, 音色松开我。 怎么? 傻了? 语气充满言语。 我回过神, 狠狠瞪他。 音色, 你耍流氓。 我们是夫妻, 连生孩子都提上一程了, 不能说吻你一下, 就是耍流氓了吧。 音色笑得意味深长。 我冷冷看着他, 一边抬手抹嘴唇。 谁说我们连生孩子 都提上一程了? 我只知道, 我们离婚提上一程了。 我不同意。 音色 说得很坚决。 我被他拒绝得满脸通红, 直接在他办公桌狠狠拍了一下。 你不同意, 我就起诉离婚。 说完, 嘶嘶了几声。 电视上拍桌子这么帅气逼人, 但谁想到实际操作起来, 手掌差点拍烂。 音色嘴角抽出了几下, 眼底闪过一丝淡淡的无奈。 他把我的手拿起来, 轻柔了几下, 你说话就说话, 拍什么桌子? 手拍痛了吧? 痛死也不关你的事。 想把手抽回来, 音色抓得很紧, 压根不给我抽回来的机会。 我严重怀疑 音色为了不离婚, 都决定出卖色相了。 先委屈自己吻我, 又假惺惺给我揉手。 但一想到就在这个办公室外面工作的女人, 我的心又变硬了。 放开我, 我低吼, 强行挣脱恢复了自由, 我立刻后退到离音色两米远的地方。 音色的脸立刻沉了下去。 音色生气的时候, 压迫感很强。 她绷着脸按了下内线电话, 让人送个药箱进来。 手擦点药, 不然药肿了。 不劳你费心。 那离婚的是免谈。 你, 我气得牙痒痒, 第一次感觉她之前沉默寡言的样子, 眉清目秀。 嘟嘟嘟嘟, 敲门声响起。 音总, 您要的药箱。 我听到这婉转轻柔的声音, 下意识抬起头, 发觉就是我在酒店看到的那个女人。 近距离打量, 一头卷发扎了个马尾, 脸上化着淡妆, 看得出来长得不错。 穿着正装看起来也很干脸。 跟我平日里在音色面前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原来音色不喜欢黏糊热情的, 而是这种干脸能干的女人。 我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 正房太太手受伤, 小三巴巴地捧着药箱过来给我上药。 我气得立马就要走人。 音色拉着不给, 一边挥手让小三出去。 我奋力挣扎, 音色你别碰我, 我嫌恶心。 等办公室门关上, 音色直接变脸, 按着我的肩冷冷盯着我。 嫌什么恶心? 你那妹妹跟你说的我和秘书有一腿, 你就信了。 要不要去酒店查一下监控, 她进去到处来, 前后只有一分钟。 我一正, 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音色慢慢松开我, 声音冷清无起伏, 那天和国外的客户应酬走不开, 后来喝多了, 对方助理送我去的酒店。 第二天, 有个紧急会议, 秦妃给我送换洗的衣服。 对了, 她结婚三年, 儿子两岁, 目前正在计划要二胎。 音色一窝蜂地 道了一堆信息出来, 直接把我砸猛了。 总之, 婚不会离。 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出音色公司的, 只直觉去了之前住的酒店。 费了不小的功夫, 拿到了那天早晨的监控。 反复看了很多遍, 确认音色说得没错。 她那个助理提着衣服进去, 前后一分钟出来。 就这么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还被我看到了。 我都不知道, 这是老天爷的眷顾, 还是玩笑。 傍晚, 音色开车到我暂住的地方找我。 她推门进来, 如入无人之境, 东西收一下, 走吧。 我正坐在沙发上发呆, 抬起头看她, 走什么? 离家出走还上瘾了? 还是说, 你希望我搬到这边来? 音色挑了挑眉, 似乎在请示我。 自从我提出离婚之后, 音色似乎有了一点变化。 我甚至怀疑, 如果我松口让她搬, 音色真的会搬过来。 你想多了, 我这里可没有你的房间, 那还愣着做什么? 音色把我从沙发拽起来, 二话不说就要走。 等一下, 我的东西还没收, 不就几件衣服吗? 再买就是了。 回到音色别墅那边, 我发现原本空了的衣柜 又塞得满满当当。 衣服哪里来的? 我一脸古怪地看着它, 让专柜送过来的, 不喜欢。 都是各大品牌当计最新款, 我实在是挑不出毛病。 为什么给我买这么多衣服? 买了就买了, 前几天不是你生日吗? 音色说得很随意, 所以这是补偿我的生日礼物。 音色挑了一条裙子给我, 晚上穿这件。 我一看, 是之前我买的一条 比较性感的睡裙。 顿时老脸一红, 连忙把裙子抢过来, 这个不是被我带走了吗? 为什么还在这里? 你买的那条带走了, 这条是新买的。 我一脑门问好, 怎么, 敢买这会儿不敢穿了? 音色说对了, 不过我不是不敢穿, 而是不想被音色牵着鼻子走。 稀里糊涂跟着他回来就算了, 当初我穿给他看, 他爱答不理, 现在他让我穿, 我就穿吗? 想得美, 不但没穿, 还挑了衣柜里最保守的睡衣,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音色洗完澡, 看到我蜷缩在床上, 笑了出来, 你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你管我。 他掀开被子上来, 一把将我捞了过去, 你是我妻子, 我不管你谁管。 他的手指很烫, 锁到之处, 似乎都在燃烧。 我想推开音色, 反被他按住手。 嘶哑的嗓音在我耳边飘荡, 手乱动什么? 不是不想守活寡, 要生宝宝吗? 后面他还说了什么, 我不太记得了。 不过这一晚, 也算确认了一件事, 音色不是不行。 一觉睡到下午, 床上早没了音色的踪影。 洗了个澡下楼, 今天许子昂竟然没出门。 只不过看着有些无精打采, 拿着遥控器, 不停换节目。 看到我, 徐子昂静地立刻从沙发跳起来。 表嫂, 你回来了。 我点了点头, 今天没出门。 没, 表嫂你这是跟表哥和好了? 徐子昂小心翼翼地问。 和好了吗? 算是吧。 从头到尾都是我在闹, 音色似乎没把这档一回事。 得到我肯定的答复, 徐子昂一副失魂落魄的表情。 你似乎不太开心, 怎么你不喜欢我, 希望我和你表哥离婚吗? 我故意问。 徐子昂哆嗦了几下, 连忙开口否认, 当然不是。 那什么情况? 徐子昂挠了挠头, 还是没忍住跟我提了我妹妹言居。 当时, 加微信只是个巧合, 但不知不觉, 被她吸引了。 你不是还要回国外发展吗? 我妹妹她不打算出国, 况且她现在都不回你消息, 意思很明白了。 徐子昂的脸色更忧愁了。 你好好想想吧。 等我吃完午餐出来, 客厅已经没了徐子昂的踪影。 手机铃声忽然响起, 竟然是音嗣。 我不想接, 还没想好, 要怎么面对她。 任由铃声响了小半天, 最后停了, 但没一会儿, 厨娘拿着手机匆匆跑出来。 太太, 先生有事找你。 接过厨娘的手机, 那边音嗣只说了三个字, 接电话。 旁边厨娘笑咪咪地看着, 我又羞又恼, 赶紧把音嗣电话挂了。 后面她果然在拨我的号码。 干嘛呀? 起床气这么大, 昨晚没睡好。 我没好气回她, 睡没睡好, 你不知道。 折腾到半夜, 睡得好才怪。 嗯, 那下午补补眠, 多睡一会儿。 晚上, 没等她说完, 我啪地一下, 把电话挂了。 这个午觉到底没有睡成, 刚睡着, 就被电话吵醒。 我的起床气被拔高到了最高点, 已经想好要跟音嗣开火了。 结果打电话的, 竟然是我姐。 她回来了, 来到前几天住的地方, 也就是我姐的房子这边。 我姐到得比我早, 已经在客厅等我了。 她穿着一条宽松的墨绿色长裙, 肚子还没显怀, 看起来人很瘦。 但已经看得出孕妇的痕迹了, 浑身上下散发着母性光辉。 姐,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爸知道吗? 我姐朝我摇了摇头, 爸不知道, 你也别告诉她。 不告诉她, 爸很担心你。 我知道, 除了担心, 还有失望吧。 GG对不起, 这次是姐姐任性了, 给你添了麻烦。 我和音嗣说我跟我姐感情不好, 其实是假的。 实际上, 我们和普通双胞胎没什么不同。 在她和音嗣婚期的前三天, 我就回来了, 准备参加他们的婚礼。 是添了很多麻烦, 但谁让你是我姐呢? 我姐被我说得快哭了。 实际上, 她也真哭了出来。 GG, 我对不起你, 我这次回来, 可能又要给你添麻烦了。 我皱着眉头, 很担心我姐此刻的样子。 怎么了? 你遇到什么事?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宝宝的爸爸呢? 我姐没有直接回答, 只说宝宝快要出生了, 我不想她当私生子。 这话让我莫名不安, 所以呢? 我姐深吸了一口气, 很艰难地继续往下说, 所以, 可能要你和音嗣离婚。 傻。 我猛地抬起头, 实不相瞒, 刚才我阴暗了, 还以为我姐要带着孩子, 让音嗣喜当爹? 你们登记是用我的名字登记的, GG, 我也没有办法。 我想起来了, 婚礼结束后, 我和音嗣才去登记的, 也确实用我姐的名义登记的。 换而言之, 真正跟音嗣结婚的人其实是我姐, 而不是我阎居。 你也不想顶着我的名字生活是不是? 若不离婚, 我以你的名义当单亲妈妈吗? 我姐回来之前,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爸让我跟音嗣结婚的时候, 肯定也没考虑这些问题, 但现在不得不考虑。 你让我想想, 想好了再回复你。 我知道, 从我姐提了离婚两个字, 这件事就没有扭转的余地, 只是要怎么跟音嗣说? 我忍不住想, 要是前些天我们假戏真做, 把婚离了, 问题倒是迎刃而解了。 可惜, 我只能这么想想, 发什么呆? 吃个饭, 都心不在焉的。 音嗣的手在我面前晃了晃, 把我游离在外的思绪叫了回来。 我不能跟音嗣说自己的烦心事, 下意识想喝酒逃避, 但我在音嗣面前可是不喝酒, 酒精过敏的乖乖女, 所以我痛定思痛, 把酒倒在了音嗣杯子里。 老公, 谢谢你给我买了这么多衣服, 我很喜欢。 说这话时, 我心里生出一个荒谬的念头。 音嗣有些惊讶地看着我, 看样子, 你气终于消了。 什么? 这是你生气以来, 第一次叫我老公。 音嗣捏了捏我的手, 心情似乎很好。 我半点没觉得尴尬, 谁让你之前惹我生气了? 嗯, 我的错。 音嗣道歉这么爽快, 我都有点不习惯了。 嘴上说错没用, 得有点实际行动。 我一由所指地说, 什么实际行动? 给你买几个包? 不得不说, 音嗣这个时候可真上道, 可我现在需要的又不是包。 我倾壳了几下, 摇头拒绝了音嗣的提议, 这倒不用, 你赚钱那么辛苦, 再说我自己也不缺钱。 你自罚三杯吧, 看, 我对你多好, 这么容易就放过你了。 这番大言不惭的话, 我差点没忍住脸红, 音嗣嘴角的笑容更大了, 确实, 你对我真好, 很痛快地把三杯酒喝了。 音嗣酒量很好, 早在结婚那天, 我就见识过的。 酒品也好, 喝醉了不会发酒疯, 而是安安静静的, 人家说什么做什么。 所以, 我绞尽脑汁又找了几个理由, 让音嗣喝酒, 最终把音嗣灌醉了。 再然后, 我艰难地扶着音嗣去了民政局。 我想出来的办法很简单, 趁着音嗣醉酒之际, 跟他离婚。 民政局门口, 我拍了拍旁边闭着眼睡着的音嗣。 老公, 到地方了, 醒醒哦。 音嗣睁开眼, 抓着我的手不放, 这是哪儿? 有点困。 你先陪我办一件事, 等忙完我就陪你睡觉。 好。 我被音嗣乖乖配合的态度蒙到了, 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老公真乖, 奖励一个亲亲。 音嗣竟然把另一边脸凑过来, 这边也要。 以前怎么没发现音嗣喝醉了这么可爱? 大概是因为那时候没亲他。 我在他另一边脸颊也亲了一下, 就拖着音嗣进去。 离婚登记窗口人不多, 我窃喜, 二话不说拉着音嗣过去。 没想到关键时候, 音嗣给我掉链子。 不是那边, 是这边。 他指着结婚登记窗口, 拽着我往反方向走。 不不不, 走错了, 不是你说的这边。 我拉着他不停哄, 乖啊, 我还会骗你吗? 听老婆的话准没错。 音嗣一脸怀疑地看着我, 真的吗? 没错。 当然, 我可是你老婆, 我会骗你吗? 音嗣把头放在我的肩膀, 声音滴滴的, 别人的老婆大概不会, 我老婆可不一定。 哎哎哎, 怎么说话的呢? 竟然敢内涵我。 就算是喝醉了, 也坚决不允许。 音嗣握着我的肩膀, 漆黑的毛子一动不动看着我, 我说的不是吗? 宝贝, 你准备角色扮演到什么时候? 我心里咯噔一下, 假装一脸淡定。 老公, 你在说什么糊涂话呢? 算了, 你实在是喝多了的话, 那我们赶紧回家。 还没来得及行动, 音嗣勾住我的腰, 压根不给我走的机会。 你这是落荒而逃吗? 说得越来越离谱了, 音嗣, 你要发酒疯, 回家发去。 这里这么多人, 我可不想被人看笑话。 我警告他, 可惜效果甚微, 音嗣压根不怕, 甚至还笑了出来。 小骗子, 我还以为你胆子多大, 无法无天呢, 看来也不过儿耳。 这激将法把我气得炸毛, 你什么意思? 这句话该我问你, 把我灌罪骗我来民政局离婚, 你什么意思? 我瞪大眼睛, 傻乎乎地看着他, 你没罪? 再来两杯的话, 估计真醉了, 音嗣柔了柔眉心, 一副头疼的样子。 你没罪, 醉的是我。 你滴酒没沾, 何来醉酒之说? 只不过也难为你忍了半天, 劝我喝的时候, 自己挠心挠肺的吧。 胡说, 我酒精过敏, 音嗣不等我说完, 拿出手机, 在屏幕上点了几下。 一个视频跳出来, 视频里, 我抱着他鬼哭狼嚎, 这是我的房间, 音嗣你给我滚蛋, 否则我立刻修了你。 那衣服, 那醉泰, 妥妥的是上次喝醉酒, 被他那倒霉表弟送回音嗣别墅的, 我无疑了。 视频播放结束, 我耳边还一直回荡着修了你这几个字。 我下意识开口, 这不是我, 这是你妹严居。 角色扮演还上瘾了, 真把自己当你姐了。 音嗣直截了当地戳穿那层纸后, 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我以为自己演技完美, 把精明如音嗣瞒在鼓里。 谁知道, 小丑竟然是我自己。 你早就知道了, 好半天, 我才找回声音。 不算早, 不过一直有疑惑罢了。 音嗣告诉我, 婚前她就和我姐见过一次, 当时就是公事公办相个亲, 我姐表现的话不多, 很腼腆。 而我, 在婚宴当天, 就毫不顾忌叫她老公。 前后的反差, 让音嗣很困惑。 然而她没有拆穿我, 一直看着我眼。 结果在我生日那天喝醉酒, 自己曝光了自己。 我心如死灰, 自暴自弃, 问音嗣现在想怎么样。 音嗣瞟了我一眼, 拉着我的手往灯记窗口, 还能怎么样? 你姐跑了? 你陪我呗。 什么? 我有点猛。 赶紧登记, 不然她们快下班了。 我倒抽了一口气, 拖住她, 你可别忘了你跟我姐登记过, 还敢来这里跟我登记, 是想告诉工作人员你音嗣中婚。 音嗣肯定是疯了, 我可不能让她连累我姐。 音嗣好整以侠地看着我, 你还没发现问题。 什么问题? 我纳闷。 上次我跟你登记的时候, 跟这里一样吗? 音嗣淡淡问我, 我四周打量了一会儿, 果断摇了摇头。 不一样, 这不是我爸托关系找的份, 走的特殊通道吗? 能跟这大厅一样? 毕竟是替我姐结婚, 我爸也心虚, 怕被发现我不是我姐本人。 为此, 他可没少费心思。 音嗣清喝一声,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但他没想到, 我爸胆大包天, 把我和音嗣都瞒在鼓里。 什么特殊通道, 特殊待遇, 都是假的。 我爸专门请人, 给我和音嗣办了假证。 我爸他他他他他, 我结巴地说不出话来了。 这是我爸能干出来的事。 要不是替价在前, 我觉得肯定不是。 但有了临时替价一事, 仔细想想, 我爸可能真做得出来。 你也不拆穿我爸, 你竟然能忍。 我看着音嗣脱口而出。 从你承认自己是严居开始, 我才对登记的是起疑。 然后深入调查后发现, 他老丈人跟他开了个大玩笑。 音嗣告诉我, 第一反应, 他是愤怒的。 觉得被我爸当成了傻子。 但我跟你姐没有感情, 如果真登记了, 反而多了不少麻烦。 毕竟你这么爱吃醋, 若我成了二婚没准, 就转不正。 我老脸一红, 胡说, 我才不是这样的人。 嗯, 你不是, 我也不是, 所以愿意嫁给我吗? 音嗣一脸认真地开口, 还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个戒指。 我心跳如雷击鼓, 脸上热得快可以煎淡。 你戒指哪里来的? 从来没有想过, 这一幕会发生在我和音嗣的身上。 看你那些衣服的时候, 买的。 这个才是真正想送你的礼物, 衣服是顺道。 只音嗣这句话, 我就沦陷了。 我愿意。 接下来的一切, 我好像是个傀儡, 完全被音嗣操控着完成了登记。 音嗣和我姐之前的结婚证, 果然是假的, 从整个登记过程, 无比顺利就可以看出来。 可我和她的结婚证是真的了。 升级位音嗣名副其实的老婆之后, 我没急着和她去庆祝, 而是杀回我爸家。 老头子正拿着鱼具, 约好跟人钓鱼。 钓什么鱼呀? 今天闺女回来陪你吃饭。 我拦住我爸的去路, 把她的余句也全交给庸人。 我爸不解地看着我, 好端端的, 你怎么回来了? 这句话听得我很不爽, 没事就不能回家了。 你是我亲爸吗? 我的意思是, 受委屈了。 我爸小心翼翼地问, 我点了点头。 我爸大怒, 好一个音嗣, 竟然敢让我女儿受委屈, 他还没说完被我打断。 得了, 我的委屈可不是来自他, 而是来自我亲爱的爸爸你。 我还着手, 呵呵看着他。 这老头子真牛逼, 竟然把我耍得团团转。 我爸摸了摸他那发光的脑门, 一脸不解, 怎么了这是? 我怎么让你受委屈了? 换了一个试探的语气, 这是没钱花了。 那不至于, 只是发现有人胆大包天, 把我和殷四当成小丑, 还假模假样地去所谓的明证局 领了个假证回来而已。 我爸吓得猛然后退, 说话都开始结巴了。 咻咻咻咻, 你怎么知道的? 跟明证局亲自核实的。 啥? 你们该不会去离婚了吧? 我爸一下子就想到了。 看来你对那个假证很有信心, 肉眼看着确实很逼真啊。 我爸心虚地解释, 咎咎, 你听我说, 你爸我的本意呢, 其实是, 其实是他很纠结, 怕得罪殷家, 又怕我后面反悔。 于是脑子一抽, 就想到了这部臭棋。 我爸解释完, 哭丧着脸, 对, 你们实在是过不下去的话, 我去殷家那边请罪。 还算我爸厚道, 自己懒锅了, 倒也不必, 或许还有回转的余地。 我爸抬起头, 眼巴巴地看着我, 什么? 我凑到他耳边说了一句话, 我爸差点跳起来。 几分钟后, 我心满意足地 从我爸书房走出来。 我爸跟在我后面, 一副气恼又不敢说, 唯唯诺诺的小媳妇表情。 殷四坐在沙发上看财经杂志, 听到脚步声抬起头, 叫了我爸一声, 爸。 我爸哼哼两声, 不敢当。 又看我一眼, 粗声粗气地说, 你自己招待殷四, 我要去钓鱼。 去吧去吧, 钓条大鱼回来, 让阿姨做烤鱼。 我爸里都不理我, 跑得飞快。 客厅里很快只剩下我和殷四, 他把我拽过去, 坐在他的腿上。 你跟你爸说了什么? 他似乎生气了, 殷四满脸疑惑。 平时我爸在他面前都很客气, 除了这次。 我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 笑眯眯地在他眼前晃了晃。 大出血了, 所以生我气了呗。 跟你爸要零花钱了? 殷四皱了皱眉, 怎么不跟我说? 我的付卡给你就行。 我当然不会跟他客气。 好啊, 拿来。 殷四嘴角抽出了几下, 最后在我的眼神公事之下, 无奈掏出他的付卡。 我一并收入口袋, 再告诉他, 我爸给的不是零花钱, 而是我的嫁妆。 殷四哭笑不得, 之前婚礼不是已经给了吗? 那不是我的嫁妆, 那是收买我替我姐结婚的报酬, 跟嫁妆不一样。 殷四很上道, 竟然反思他父母当初给我的见面礼不够厚。 回头再跟他们要一份见面礼。 我欣然点头, 好呀, 我们现在就回你家。 不着急, 先跟你爸吃个晚饭。 不过现在还早, 我们可以上楼先休息一下。 我立马要从他的腿上起来, 却被殷四直接打横抱起, 别跑。 我没想跑, 也知道自己跑不掉。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